在会见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史,习近平强调,中瓦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。 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瓦努阿图国家建设和可持续发展, 愿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瓦努阿图投资新业,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贸易和投资、基础设施建设、交通通信、文教卫生等领域合作。 双方要加强在多边机制中的协调和配合。 萨尔维表示,瓦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, 瓦努阿图钦佩中国改革发展成就,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帮助。 瓦中各领域务实合作进展良好,为瓦努阿图自身发展提供了助力。 瓦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,赞赏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, 支持中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主张。 瓦方坚持一路倡认。 瓦方坚持一路倡议有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